胡哥老婆真实身份曝光 29岁曾是他的助理刘涛和唐燕德之婚讯后 纷纷送上祝福 胡哥宣布生女当爸爸的喜讯 网传其妻子是其执行经纪人黄新明 更有网友晒出其与妻子在上海登记结婚的截图 女方姓名1993年出生 今年29岁 从截图来看 两人应该是去年9月21日在上海领证结婚的 这也与国内几位狗仔队的爆料不谋而合 纪知情人透露 胡哥和黄新明都是爱猫人士 两人应工作朝夕相处 有共同话题 爱猫因此相恋已久 胡哥非常体贴 有上海人的贴心美德 今年的除夕 他很少集体讲话 他透露会吃年夜饭 从网上曝光的结婚时间来看 这顿饭应该是给新婚妻子吃的 年夜饭 男神亲自下厨 让网友直呼贴心 传闻黄新明若如 现年29岁 比40岁的胡哥还要小11岁 不少网友预测 胡哥将在甜蜜的婚姻中扮演宠妻的角色 当胡哥结婚的消息传出后 曾与他合作过狼牙榜的刘涛第一时间 在微博上发文祝福 恭喜新爸爸妈妈步入人生的下一个阶段 我要把所有美好的祝福送给这个美丽的女孩 也祝福这个温馨幸福的家庭 和他一起演出《仙剑奇侠》转三的唐嫣 也开心的留言 小姐姐可以和小姐姐一起玩了 不少网友猜测 胡哥身边的老朋友似乎早就知道他的婚讯 却选择为朋友保密 胡哥老婆真实身份曝光 29岁曾是他的助理刘涛和唐嫣得知婚讯后 纷纷送上祝福 胡哥宣布生女当爸爸的喜讯 网传其妻子是其 执行经纪人黄新明 更有网友晒出其与妻子在上海登记结婚的截图 女方姓名1993年出生 今年29岁 从截图来看 两人应该是去年9月21日在上海领证结婚的 这也与国内几位狗仔队的爆料不谋而合 据知情人透露 胡哥和黄新明都是爱猫人士 两人因工作朝夕相处 有共同话题 爱猫因此相恋已久 胡哥非常取贴 有上海人的贴心美德 今年的除夕 他很少集体讲话 他透露会吃年夜饭 从网上曝光的结婚时间来看 这顿饭应该是给新婚妻子吃的 年夜饭 男神亲自下厨 让网友直呼贴心 传闻黄新明若如现年29岁 比40岁的胡哥还要小11岁 不少网友预测 胡哥将在甜蜜的婚姻中扮演宠妻的角色 当胡哥结婚的消息传出后 曾与他合作过狼牙榜的刘涛第一时间 在微博上发文祝福 恭喜新爸爸妈妈步入人生的下一个阶段 我要把所有美好的祝福送给这个美丽的女孩 也祝福这个温馨幸福的家庭 和他一起演出《仙剑奇侠》转三的唐嫣 也开心的留言 小姐姐可以和小姐姐一起玩了 不少网友猜测 胡哥身边的老朋友似乎早就知道他的婚讯 却选择为朋友保密 胡哥在2015年接受采访时说 薛佳宁曾哽咽说 我最大的遗憾可能无法弥补他 一直没能在媒体面前感谢他 在公众面前 他使他真的很好 我为他感到难过 另有网友表示 两人分手的主要原因是 胡哥的妈妈不喜欢薛佳宁比儿子大三岁 所以这段恋情已分手告终 前女友的他 这几年从来没有拿来炒作过 总是在微博上晒风景照和心情照 尽显知性一面 低调的佛系态度也被网友胡哥冠以 是最佳前任 薛佳宁近年在电视剧 电影方面积累了不少作品 2017年出演电视剧刀尖 大话西游之爱你一万年 2019年光辉岁月 2022年通天塔 表演 最近的电影有2017年的戒眼 2021年的1921 2022年的狼群 虽然作品没有胡哥那么多 但还是陆续有新作品出炉 此次与赵露丝 王安宇合作的新剧影神 也让不少粉丝期待不已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